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好在家里滑手机 这个滑手机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连我自己也好像有一点这种症状 不要说你们了 我们也是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使用这个3C的频率很高 我相信总院长应该很有感 这两年大家其实很多的科别 医疗的科别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反而比较少到诊所 或是到医院去看医生 但是眼科丝毫看不出这个差别 还是非常踊跃 是 在疫情的时代 实际上就如同刚欧董所说的 它加重了人们用眼的需求 特别要在家上班 在家上学 更多加重了眼睛的负担 再加上疫情期间 其实很多人会想要说 能够更加地珍惜自己的 投资在自己身上 也是因为方便性 因为特别你戴口罩 你要戴眼镜或眼镜会起雾 那事实上它很不方便 对 戴口罩的时候 对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在疫情之下 就是医疗的各个科别 受的影响就差异很大 像眼科相对来说 都是会更多的人来接受 因为一方面很多年轻的族群 它对疫情的恐惧没那么高 所以只要疫情稍缓 那这个整体的需求的做雷射 近似也好 近似老花也好的矫正 就增加非常地多 您可以比喻一下吗 就是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最繁忙的时候 我们的医生有到多忙碌 可能忙碌的医师 因为我们全台湾有 大概目前有20几家 8家的合作颜科诊所 有在做手术的大概10家 作为雷射手术大概10家 如果一个医师忙起来的话 可能一天可以做四五十个 一天可以职业到四五十个 对 因为主要的就是 它是一个团队的服务 对患者来讲 每个患者都有接受 一到两个小时完整的检查 素前检查 服务 以及这个术后的恢复 沟通 可是因为效率的关系 到眼科医师这边手中 大概10分钟左右 就可以完成一个完美的手术 我们想问一下欧董 为什么那个时候 你们在台大医院 两位都是医生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你们会想要一起创业 我是中国医药学院毕业 然后在台大当朱元医师训练 但是我们在台大的时候 是不认识的 原本不认识 对 我们的时候没那么熟 没那么熟 那后来要走到变一起创业的伙伴 对 因为他就找我开业 那时候其实我本来也就想说 因为我们家一直都是医生 从青代以来到我已经是第五代了 五代都是医生 据说你家族当中有五六十位的医生 应该不止吧 有的比较亲戚远一点 有时候都还不太认识 但是问起来 原来是亲戚 这样子的情形也很多 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怎么样子让一个这样子 可以医治更多人 可以服务更多人 那时候林医师刚好 就有这种想法 我想他这个人讲的还真的是 蛮合我的意思的 两个人理念很相同 对 那个时候 总监长您怎么会想要找上 董事长 是 因为从我这边的观点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我大概在住院医师 R2的时候 第二年的时候 在美国就看到近视雷射这个新科技 那时候还在人体实验阶段 我都觉得这是 继眼镜隐形眼镜以来 人类势力革命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所以我就决定要好好的 发展这一方面的技术 要把握这一块 把他引进台湾 对 所以那时候 作业是结束 虽然主任很想留我在台大丹门组织医师 可是我还是想要出来 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 来加会更多的近视或老化的患者 因为那时候想说 因为之前我有一些 等于是商业方面的 会计方面的 商事方面的一些憧憬 想找一位合作伙伴 就刚好欧医师那时候 那就是欧医师 他也 我跟他讲了一下 他也就心难同意 那我那时候也想说 这个大概比较合适 因为我就不是说想要只做一家 想要说能够做一些连锁 当然一定要从头开始 理念蛮相同的 对 理念蛮相同的 但后来看到这个报道 其实大家有一个蛮好奇的点 就是说当初创办人来找欧董 会不会是因为也觉得说 这个女生你也蛮有兴趣的 两位是先一起创业 还是先交往 先一起创业的时候 同时有一点交往 那时候因为要变成合作伙伴 那就难免就是会有那些讨论 那时候也想说 这可能如果自己的人的话 就比较便宜 就忘了我父亲讲了说 免费也最贵 免费也最贵 所以就变成老板 就是变成老婆变老板 欧董后来您有问过他吗 就是那个时候 怎么会找上你来当合作伙伴 他就是这么讲的 有没有想到说 这个男孩子说不定是 为了要追求我 我们倒是好像 独一的女生没有那么浪漫 比较实事求是一点 就觉得 理念蛮接近的 这个人各方面都懂 不只是闻的 舞的也很厉害 然后到底是 是有没有像一个正常人 像一个正常人 还是很担心 失业要不然考那么多执照 干嘛 对 其实在读台大的时候 您有一个绰号 总院长有一个绰号 叫做无敌鸟 您跟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是同学 是 我们是 那个时候为什么同学之间 大家称你为无敌鸟 是 我想这个 初遥它是一个 有一些缘起 大概就是那时候其实 因为我进大学的时候 我爸爸就鼓励我多元的发展 像一般那个时候还很少的 打高尔夫球 或我爸也买一辆车给我 所以我很多除了课业上以外 也跟运动 包括打网球 变成网球队的队长等等 所以有很多的兴趣 大家看我这样子 等于是有点混 没有一些得在学 爸爸觉得没有认真在求学 还不错可以得到书建奖 可能就有这样一个绰号 所以大家就叫一叫 就变成习惯了这样子 但我觉得非常佩服您的是 因为您读的是医科 但您除了这个医师的资格之外 其实您有非常多证照 包含了有会计 还有环境 化工 工程师 甚至还有非常难考的 证券金融分析师 您拥有七张证照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拼了命 去考这些不同领域 有点斜杠人生 是 那个时候其实 还是有一个因缘忌讳 因为在我大二的时候 我父亲因为要从他 就机械设备的这个制造 要进入到化工设备的一个 贩卖跟生产 是为了家族事业 对 为了我爸的这个事业 因为我爸是台大机械系毕业 所以机械系毕业的人 对这个化学是比较 就是认知比较少一点 那当然他也很用功 可是他也希望我去工厂 帮他做分析化学 因为那时候我大二的时候 也刚好是念这个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 所以我就寒暑假时间之外 礼拜二礼拜天就去工厂 帮他的忙这样子 不过在你家里头 从小成长环境 家里头是铁工厂 是 爸爸有他的事业在的 没错 您也接触过 是 你有没有想过说要继承家业 而不是来走上重医这一条路 是我想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家应该是 不止一代做设备或铁工厂 是 应该是说从我阿嬷的爸爸 那时候开始就大概第四代 所以近百年的一个传承 那当然每一代都有他的这个 其实时空背景 是 那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 问题跟状况 那企业都是这样 就是你要不断地去接受挑战 跟求发展 求生存 那在这个时候 当然就是我爸爸实际上 当时我阿嬷就叫他去考医科 医师 那我爸的成绩也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阿公就是商业出生 他希望有个技术的儿子来帮他 所以他就把他带到工厂去 所以后来 等我要考大学之后 那我阿嬷还是坚持就是要让我考医师 我爸因为做设备业跟他们等等 他也觉得这个行业也是有他的 不容易的挑战 所以也是顺从我的意思 我觉得两边都好 所以我 而且那时候等于是大家还是有一个 算是有一个 憧憬或是觉得说成绩很好的可能 可以考医科 医科 对 未来发展很好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有一些这样的想法 那时候其实每一个科我都蛮感兴趣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也就是 后来就决定念丙足考医科这样子 往这个方上去 对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问问欧董 那您的家族 他们家族五代 四代 几乎都是在铁工厂 那您的部分 五代都是医科 这个没有无庸置疑的 但是到了您这一代 我相信您的家人 所有的亲戚 大家对从医这件事 一定还是内心有一个初衷在 那等到您决定说 在你这么年轻的时候 才刚当医生没多久 您就想要出来创业 走一个完全不同的路线 家人会反对吗 是 其实我妈妈 她本身也是开业医师 我爸爸妈妈都是妇产科 那我要出来的时候 比如说我跟林医师 商量要开业 我们要创业的时候 我妈妈担心的不是说 你出来创业 而是她觉得 我自己有能力开 为什么要去给她请 为什么 为什么要找这一位伙伴 我自己就可以了 对 她觉得 她觉得我应该自己开就好了 不必跟人家合伙 但是我的想法是说 那时候已经 社会上有很多的 那种资本市场的运作 所以你会看到 有股票 有证券 有债 有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金融的方面 我是看了很有兴趣 很有兴趣去了解 然后碰上它 我就觉得说这个地方 事实上是很有空间的 而且它假如说 我们医疗结合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我认为医疗的寿命会更长 然后会有更多人受益 更多的可能性 对 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的受益者 所以我的想法 我觉得是跟她就也蛮不谋而合 当时候她告诉你说 她有这么多证兆 你第一时间您刚刚有提到 这个人如果不是怪人的话 他就是人中之人 非常优秀 那个时候你听到的时候 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如果他是我的工作人員的话 那我顾一个就等于顾七个 好像赚到了 这个打算好像还挺划算的 在创业初期的时候 这七张证兆 确确实实有没有对我们的眼科来说 有什么样的帮助 确实是的 我是认为 她的会计师 从一开始就订定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因为像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我可以从她那边了解很多 国家税的运作 还有收入 它是应该怎么样子才是合华 然后比较真正地去遵守法令 另外就是说怎么样子去规划 一个公司的成立 怎么让一个公司在未来 它可以铺牌 可以达到一个最理想 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效益 最大的效益这样子的方向走 其实我们第一间店是开在 台湾大学附近在新生南路那边 对不对 欧董可以帮我们聊一下 因为通常我们对眼科的认识 大概就是什么 某某眼科 某某眼科 通常会以姓氏来当这个命名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命名背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故事 那肯定是有的 因为在台大 因为我们都是台大出来的 然后也是很以台大为傲 所以我们觉得说大学 就在台湾大学旁边 叫做大学眼科好不好 那时候我公公就说 那时候还不是我公公 他也觉得说 大学有一个日本的大学木药 人家也做得很好 有何不可 大家就觉得说大学不错 当然在那之前 林医师也有想过 他是不是要跟大家一样 叫个林匹隆眼科 我说林匹隆眼科 那我欧书方在哪里 两个有一些真指要投票吗 其实在开玩笑 其实当时在取这个大学 其实还是淵源于 古世书大学之道 台中民民之后大学之道 再明明得 再清明 再止于至善 我们觉得这四句话 足以表彰一个 我们希望作为一个企业 可长 可久发展的一个精神 所以就取名大学之道 大学这个作为我们的名称 而且那个时候刚好 大学这个名称没有被限制作 为公司或商标 所以我们就很少年的时候 30年前就把大学 变成公司的注册的 商标跟品牌名称 而且大学也很好记 不管国语 大学或是台语大学 都很好记 嚷嚷上口 对 不过第一家医院 我们是开在台湾大学附近 那个时候第一家诊所开的时候 职业的状况怎么样 董院长 其实刚开始都是创业维艰 而且那时候在曼当劳楼上的三楼 现在是在体育馆 台湾大学举个人对面 现在比较一楼 各方面都比较环境设施都大很多 好很多 那时候在三楼 那事实上也不太容易 那个做好这个各方面的工作 然后宣传也很难 那所以后来就选择台北市的最边缘 新北市最边缘的一个三峡 然后开在市场口旁边 三峡主寺庙旁边的一个不到食品 多一点的那个小诊所 其实要说我们大学眼科 我们串出名气 名气突然间大爆发了 其实就是在这一家诊所 这个location 你们有意料到吗 这是在你们原本预想当中吗 那时候只是大概的想说 因为就是偏乡地区 没有人要去服务 更不要说有先进的科技 而且我们去的话 或许有一个机会 就让一些新 那就是全台湾第一个开业 一次使用这个超音波乳化素的技术 但是就是读懂这个技术革命 每每每带来的产业的发展 或行业的发展一样 就因为效果好 很多患者隔天打开纱布 那时候还要盖纱布 那就恢复光明 他就非常的高兴 甚至那个跟我们说相拥而弃 这样子 他就觉得很感动 其实是很感动的一个过程 会送鸡送菜 就是送大厂 送糯米茶 还有送糯米茶 那时候其实这些患者 大家也很热情 很热情的 其实是从那时候开始胖起来 不会现在还维持得非常好 现在就运动瘦下了 所以其实也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您真的有感受到 其实除了拓展我们连锁的眼科之外 还有很大一个部分 病患给你的回馈 让你坚持持续走这个路 没有错 这很重要 因为其实任何行业 当然顾客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对顾客来说 这种好的科技 安全的科技 然后能够给顾客所谓的惊喜 或者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很容易 就比较容易去引入 而且必须要去引入 当然这中间也很多种 各种不懂技术的学习跟运用 所以绒安节节 最重要还是要让顾客满意 跟能够放心的 也因为三峡这个据点的关系 你们更确定说 其实在比较相对偏乡 首都的周边 这些比较蛋白区的地方 好像这样的需求量是特别高的 我们就开始展开了 我们拓点的一个计划跟目标 欧童 我们想问一下 一开始你们在拓展我们诊所的时候 连锁诊所 你选点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说必要条件吗 我想选点大家应该都会很赞成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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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这个区域的调查 还是第一要务 比如说它的交通要件 它的人口 然后它的疾病的比例 我想大概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一个 眼科比较着重的部分 当然有一些那种都市调查 早期是白蜜障 所以就会比较往你说的这种蛋白区 但是后来到了近视雷射的时候 就是往每个县市的核心区了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布点方式 不一样的受众 总理长可是一开始说实在的 其实所有的医生 大概也不会说每一位都跟你们一样 有这样的共同目标 一开始你就想说 我要也创办连锁的诊所 连锁的系统 大家还是会觉得说 我当住院医师 成为一个主治医师 我有一点名气之后 再出来自己做 90年代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新的 当我们诊所一间一间的布点 一间一间的开 你怎么样说服这些医生 加入你们团队 对 我想要跟这个 独立性很强的医师合作 其实我们是医师本身也 非常的不容易 很多的观念上的磨合 当然选择 后来我们也是越来越清楚 要选择跟我们合作的对象 应该是什么特质的 如果他一心笑着自己创业的 要独立发展的 基本上可能就不是我们潜在 合作的对象 而能够着重于团队精神 大家分工合作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好的一个伙伴 所以我们在不断地摸索 也不断地坚持中 才逐渐形成今天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中间 当然也有很多的这种 磨合或理念不合的分手 基本上这个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毕竟在整个 逃杀取经的过程 我们要找到 跟大家自同道合 借到找到 跟他自同道合的一个伙伴 才能够持续往前走 很顺利的往前进 像当中某先生所讲到的 当领导者 第一个就是要指出方向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 有一群人 里面跟你一样要相信你 这样子才能够一起走 公司代表去奔典 本来可能是干部去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讲说 到外地发展要有三本 本人本事 还有本钱 本钱 所以他本人去 那去那边蹲点十年 那我想这中间也是 有很多的 不足为外人大的辛苦